接下来就是把结果写到这个GRI里面 就是DATAGRI 那这地方写法就是 我们在这地方第一个要先知道说 我们设计的这个GRI的名称 那预设其实名称很长 建议你可以把它缩短一点点 缩短到DGV好了 DGV就好了 那这样名称比较短 我们比较不会写程式的时候 光记那一串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那这个有错误表示说我loop的地方还没写 所以记得等一下把它loop加上去 那这边的话呢 我就DVG 电 DGV 电 电的话表示就有了 那接下来我要增加一笔的话呢 记得 一列就是Raw 它的Rawes 点Add 就是增加一笔的话呢 Rawes就是一列啦 一列点Add Add什么呢 这边签 后面加一个E 就增加一笔的意思 Add1 Enter 那这一笔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insert一个资料 那资料里面的话就是说 前面也是D 然后点 Item 我们要add一个Item 然后Item里面的话呢 第一个Item呢 它的第一栏 0 斗点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J 因为我们前面有宣开一个J 预设值就是从0开始 然后呢 它的资料里面的话呢 点Value 它的Value值的话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就是ID number 第一笔资料 那第二笔资料的话呢 Copy起来把它贴上去 那这边的话第二笔资料 我们就直接就把这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把它改成 1 第一栏是0 1,2,3 那这边改成1 那这边就是改成什么呢 改成Name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改成 S,E,X 然后这边的话应该改成2 然后再来的话呢 改成3 3的话就是L讯息 L讯息 ER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的话最后要排序 所以排序的话就是DGV点 排序的方式的话呢 S,Sort 排序,Sort